郭惠豪還記不記得PBRB的嘔嘔蛇呢? 這位歐醫生可能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兄弟 現時來說在這個階段的確安心出行的作用 如果用安心出行去收到通知而去做檢測 其實已經是作用不大 因為大家可能去每一天很多場所都有很多不同的個案 其實可能如果我安心出行的時候 可能我每天會收到很多這些檢測的通知 差不多每一天都有 所以不可能每一天所有人都去做檢測 但是安心出行的作用就是 如果市民習慣了用這件事的時候 遲些我們可以再做深入的男的調查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安心出行找回一個個案去過去去過的地方 還有可以幫助我們做一個追蹤的工作 下一位 下一位 這邊第四行灰色三個是藍色 安心出行沒有哪用 但是市民仍然需要掃渠 辛苦了手語翻譯 麻煩觀眾踴躍留言 一有新消息再跟大家報導 多謝大家給面 喜歡的話訂閱分享 是這樣的 再見 22 케